嗨 大家 知道嗎 全世界最強的公司是哪裡 我覺得是Google Google 然後大家知道嗎 他們的這個手機 Pixel 4a 說的就是 台灣人 嗨 大家好 我是司徒美豪哥 毛也好 嗨 大家請問一下 全世界最強的公司是哪一家 其實呢 現在很多人說的事情是 Gafa對不對 然後呢 我覺得是最強的事還是Google 為什麼呢 是因為是 他們的很多很多的服務 就是我們現代的人 連連都有關係的 對不對 例如說 YouTube 雲端音樂 Chrome 新視力 Gmail Google Map Google One Google Keep 剛剛說的 所有的我再用 真的 你看 這個世界最強對不對 對 真的 あの我不認識的地方 沒有Google的地圖的話 我真的沒有 然後呢 今天呢 2020年的9月 我的手上有他們做出來的新的手機 Google的 Pixel 4a 這個就是 全世界 我認為最強的公司做出來的 最強的手機 4a就是 Pixel系列有很多 然後 4的比較便宜的旁邊就是 4a 3 4 我覺得這個是最強的手機 然後呢 我是首先拿到了 好燙喔 好燙 哈哈 哈哈 超燙 哈哈哈哈 對不起 但是沒關係 裡面的東西在這裡 只是個盒子 あの Googleさん Googleさん 對不起 Googleさん 不要 這個裡面 只是個盒子裡面 我看一下 我給你看 不啦 開玩笑嘛 我是開玩笑嘛 不會那樣做的 因為 我也是靠你們吃飯的 這個手機做的人是誰 大家知道嗎 就是台灣團隊 台灣之官 做出來的手機就是這個 Pixel 4a 就是這個 台灣之官 Google的人跟我說 其實呢 Pixel的系列 都有台灣人參與 但是這個Pixel 4a 就是 Pixel系列來講的話 算是台灣人領隊 當然是世界的公司嘛 不是百分之一百 但是 算是台灣的團隊來做的一個 很代表性的手機 就是Pixel 4a 是不是很厲害 世界的Google 那麼 這個手機真的厲害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告訴大家 這個手機的 很棒的地方 然後呢 但是有一個失敗的地方 也要告訴大家一下 很近Googleさん 不要老實說 然後 因為已經用了一個禮拜多了 那我直接告訴大家 這個手機是怎麼樣的手機 這個手機就是 乾淨 簡單 容易操作 那就是這樣的手機 對不起 我之前呢 這個Android的手機 有一點點誤解 我以為是很雜 不需要的東西太多 而且是畫面卡卡的 我以為是這樣的 這個手機就是 算是我的第一次的Android手機 然後我的呢 這個 觀念是 完全是錯的 我這個用了之後 我發現 乾淨 簡單 容易操作 完全沒有卡卡的 那麼首先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覺得乾淨呢 大家看一下這個畫面 你看 上面看下面 看一下 有了嗎 就是我的Instagram 看一下 看一下三下 你看 完全沒有上面的耳頭 跟下面的下巴 對不對 然後相機在這裡哦 我看的時候 很酸 簡單 雖然是這個呢 這個手機算是小的 但是 因為沒有這個上面下面的 覺得你看起來 畫面是很大 這個手機就是 因為這個殺機變化 所以畫面是很大 之前的Pixel 4是5.7吋 現在的Pixel 4a 5.81吋 所以比Pixel 4還要大 而且是呢 看的時候這個畫面 我覺得看的時候很清楚 因為是他們用的呢 他們用的這個螢幕就是 OLED 應該是這個原因 清楚 就是清楚 然後呢 還有一個為什麼是乾淨 我告訴大家一下 看一下這個 軟體的部分 看一下 我一開始的畫面就是這樣子 我下載的東西有在那邊 下載的是這一些 常用的東西在下面 這樣 所以呢 我這個裡面的軟體 大部分都是用過 而且是我用Gmail嘛 然後Gmail來進去之後呢 所有的設定什麼的 都是會同步 這個裡面的呢 APP什麼的 全部都是漫畫的東西 所以我來說很熟悉 所以覺得很簡單 不需要習慣 所以其實呢 我第一天拿到的時候 開始用沒有什麼煩惱 然後我一定要跟大家講 第一個東西就是 相機的功能 超厲害 然後這個相機為什麼厲害 第一個厲害的東西就是 地圖 什麼 拍照跟地圖哪裡有關係嗎 很有關係 介紹給大家一下 這個是我拍的照片 但是這個拍的照片是 哪裡拍照的呢 照片 滑上去 然後出現 人物是誰 然後他朋友出現地圖 這個好厲害喔 這個地圖按一下 來 這裡 住民美術館拍的 然後他邊拍的照片 全部都出來 我拍的照片 我在哪裡拍的照片 什麼的 全部都出來 這樣子都有在裡面 重要大家 喜歡去旅行的人 不需要整理照片 這個應該是 我的這個 還有Google One 所以這個是 之前的 相機拍照的照片 也是 它們全部都有整理好 這個好厲害 而且是我覺得好方便喔 還有一個 這個相機很強的地方是 這個 鏡頭 這邊有一個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 雖然是 外面只有一個的鏡頭 但是我覺得 這個很強 為什麼是 因為是拍的照片 全部都是 AI來處理 這個鏡頭的拍的照片 我們 馬上給大家一下 這樣子 這個是我上一次 去Xbox的時候 拍的照片 還有影片 大家看一下 這個手機的價錢是 1119塊而已 夠 比如說這個 有了 現在 夠漂亮 現在你給大家看的是 我用這個手機拍的照片 還有手機拍的影片 如果大家是想要當撒影師 然後那個照片是放在 很大的電視要看 或是印在很大的紙上面 有可能是作的發展是 有可能 有可能 有可能是 是 有可能是 如果說 有可能是 比較 小型的相機來電的話 有一點點難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是 平常的 香港有趣旅遊 或者是拍的影片 然後 放在 YouTube上面 或者放在 Facebook Instagram上面 這個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 法則是 我覺得是 狗 然後 我的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最近 常常播的照片 大部分用這個來拍 所以請大家 最近的我的Instagram Facebook看一下 最後一個 這個 很輕 我覺得這個是很輕的手機 現在很多手機是 放外卡加上去的話 就 到 200公克 什麼的對不對 但是這個是只有 143公克 所以我覺得 用這個來拍影片 拍照的時候 覺得很輕 最後一個 稍微講一下 失敗的地方 測試耶 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 顏色辨識也是可以 但是 它後面 再用了 也有這個 指紋 對不對 然後呢 我設定的是 右手的 十指 所以呢 一放上去 就馬上都開一開 但是 啊 為什麼 大家請問一下 大家發手機的時候 用哪一隻手來發手機 哪一隻手來拿手機 大家跟我習慣一樣的話 應該是 所有手拿手機 然後 右手來發 然後我設定了 右手的小指頭 所以 一定要 直接 翻面 沒錯 是我的失敗 請大家好好 參考一下 如果是 後面的呢 手指頭的 要 塞定的是 左手的 十指 因為 你拿的時候 這樣 然後 這樣 你要 塞定 這樣 不是 這樣 是因為 不方便 沒有人告訴我嗎 說 如果我們失敗了嗎 就是Pixel的失敗 還是我的失敗 不太 全都是Pixel的錯 我的錯 我的錯 然後 我跟Google的人分享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也可以 右手也可以 左手也可以 鎖定喔 其他的話 我目前用了一個多禮拜 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但是這個紙圓的電視是真的很好 因為現在是大家都戴口罩 很麻煩 はい 以上就是 台灣人做的 是Pixel 4a 我的感想 然後就 差不多用了 一個禮拜而已 所以 接下來是 多多繼續用看看 拍影片 然後拍照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大家多多 訂閱 按下 YouTube 請按下 然後分享 Facebook 在Instagram 同樣 大家多多追蹤一下 然後 我的Instagram Facebook 之後是 就是常常播 四個Pixel 4a來拍照的照片 其實已經拍了很多很多照片 已經播上去了 大家多多看一下 我真心覺得 用來可以拍 沒有卡卡 很簡單 很輕鬆 方便 要有的都有 所以 習慣用Google的很多軟體的人 我覺得這個 很多意見 多多參考一下 這個 9月10號開始賣的新的手機 那大家 下一個影片見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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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影片見囉